嗨 哈囉 大家好 這是小A字 這集開箱Dubtips上週吧 還是上上週 忘記了 有點久 Dubtips用X-PASS材質做的小包 戰術小包 一樣是用很經典的夾電袋 透明夾電袋 然後 給大家看一下小包 目前我是先到這個迷彩的 我就先拍給大家看 這一樣有老問題 它那個袋子 有一點點裡面內層的粉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 白白的 這都不要緊張 你拿那個膠袋黏一黏就好 就搞定了 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比較偏軍事風格 這邊 除了自己Dubtips的標的設計之外 它一些都比較偏 有點像是便利掛鉤的這種實用的設計 然後 X-PASS材質是比較注重在耐磨性 所以其實買一個 你可以用真的很久 然後幾乎也是不會壞的 然後 除非到你想賣掉 或是收給別人這樣子 然後 它這個標是用舊的 經典的金標去做的 那個造型去做設計的 然後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這扣子滿緊的 等一下 好 打開來之後 就是一個 我覺得這個空間 大概是這麼大 可以放手機 應該是放得下 或是說放一些 小東西 耳機啊 等等的都可以 然後 背面先好了 背面 它這邊有做這種類似 像防水膠條 它把這個 痾 拉鍊的這邊 都封起來 蠻好拉的 好 這裡面的空間 怎麼應用就看你自己 好 再來 上面 那裡的空間 裡面是有這種 格子網狀的 但它不是真的網狀 它只是線條 線條 好 然後 這就不 就不拆開來了 嗯 然後我們就會配在這邊 背成 這樣就滿好看的 好 它這是米彩色的 再給大家看一下 扣子也看一下 這個扣子也是最近滿常 近期啦 滿常看到的 好 好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有其他需求 或是疑問想問的 都可以再聯繫我 呃 影片上到我的IGTV 還有Youtube頻道 那 再幫我 按讚 追蹤加分享 掰掰